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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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魏署长 好,我们请魏署长 陈委员您好 这个署长,根据这个環保署 所监测的资料 细宣服为例 在高雄 每年的总排放量 占在 所有的这个县市别里头 可以说是排放量最高的 一个县市 那其中,这个工业 排放的比例 大概有四成 这个是四成四左右 这个是我们環保署的资料 但是根据 永续 諮商 从高雄气候解析、環境正义 与转型正义 的这个带舵 的这个统计 那不管它的统计方式是怎么样 大概 以我的了解 那高雄市在所有的污染源里头 所谓的固定污染源 在长期在我们高雄市的这个 環保局的一个监测资料里头 固定污染大概将近有八成 那移动污染源大概占的比例 大概是两成 那从这个比例来看 那我住的地方啊 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 那最靠近它的地方 是后境 还有这个大社 人物啊 都刚好是把左营包围起來 那左营現在是高雄市人口成长 最快速的地方 以我以前住的福山里啊 一里啊公民宿 投票的这个人数 投票选人数大概有两万五千人左右 那换句话说 一个里就可以选两个市议员 那我以前 早上啊 大概起来 我都会闻到说 这个大概是中油的这个 这个排放的这个气体 那晚上呢 大概是我们中区焚化炉的这个 排放的这个代后性 大概都 是 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人体的一个不舒服 那过去啊 早期啊 你假如搭火车啊 我想几位官员都很清楚 当我车到高雄的时候啊 你一定会自己醒来 因为 男子 当时的后劲 你一定会闻到那个味道 那现在有没有改善 有 但是还是这个味道 还是有 所以我要讲 这个问题是说 你假如按照这个 美国的这个 大规模的一个研究调查 每增加10micron 每增加10个单位 大概PM2.5的部分啊 大概平均寿命位 已经有7到8个月 那被癌的比例会增加8% 这个是美国的研究资料 那台湾的这个估算的一个资料 那美国的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心脏医学会的估算资料 心脏血管疾病的增加的比例大概会有15% 那换句话说 我去比较高雄跟台北 这个它有关PM2.5的这一个空气中的一个浓度啊 台北平均大概是25个单位 高雄大概是35个维克 那换句话说 因为PM2.5的关系 不管它污染源在哪里 是从高雄 譬如说高雄大概有将近一成两成 是从六斤飘过来的 都不管它的污染源从哪里来 高雄至少它的健康损失啊 比台北人啊 大概平均减少7到8个月 那你假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10个维克的单位来做计算的话 那高雄35 那这样的一个估算 平均高雄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健康标准 高雄大概会减少25个月 那假如按照我们环保署公布的 这一个15维克的一个标准 那高雄大概会减少 平均寿命会进到1.5年 我我要讲这些的原因是什么 我要讲这些原因是说 这一些造成的健康损失 增加的医疗支出 那到底是谁要买单 署长 这固定污染源占80个percent 那造成的这些健康损失 高雄比起台北少了7、8个月 高雄人活该啊 那按照我们环保署的标准 少活了1.5年 阿湾葛永郎的戏赫 这个谁要负责 谁要买单 这些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些造成的医疗支出 到底谁要买单 署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这就是一个国家 整个永续发展都要谈的事情 我只问你说 到底是谁要买单 你可以用经济学的模式去推估 模型去推估 你也可以算出经济损失 对不对 除了健康的医疗 费用的增加之外 健康的损失 还有其他的外部成本的增加 所以从这里面讲 就是发展正义 跟环境正义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题目的主题之所在 没有错 所以应该是污染源的这些厂商 要来负责 对不对 你不能把这些成本转嫁 给其他人民去负担 我想我们台湾 第一 我们在工业发展路程中 我们现在已经更深切的体验 刚才说的事情 那么一路过来二三十年来 很多工厂 用所谓回馈的方式在做 部长 我来不是听你上课的 不好意思 我想就这个架楼来说一下 我来是要 请你把责任厘清 到底这个是谁要负责 这些所谓的外部成本 或者增加的这些损失 是到底谁要负责 我现在来跟你谈责任的问题 我不在听你上课 就环保署所能管到的话 不会比你 这部份的专业我不会比你差 不好意思 是谁要负责 就环保署来讲 我们有增这个空污费 跟水污费等等 我们就做这个污染者治理 其實他們要付費 然後我們要做治理 那現在這個已經20多年來都繼續在做 你現在告訴我就是因為空屋費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 這個使用的這個付費 已經可以彌補 我剛剛講的這些所謂 我們在講的環境的正義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他們已經就是說符合這個標準 然後另外有在這個標準之下 他們有付錢 付錢的話我們就來 盡量來改善 我們來做這個各方面的空屋的防治措施 改善措施 這是環保署能做的 署長 我沒有辦法苟同 你的論調 我很不客氣的講 我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同意 我的邏輯是什麼 你也沒有做健康風險評估 對不對 你也不曉得PM2.5造成健康損失有多少 多少人因為這樣造成 每年增加的死亡人數 它造成高雄市的這些外部成本增加 你也沒有去做模型去推估 那你怎麼知道你的空屋背 已經足夠cover這些相關的健康損失 或經濟的損失呢 你不是真的跟我說 我這樣批評你有沒有道理 現在我們在環境影響評估裡面 環境影響評估裡面 對於您剛剛講的健康風險評估 都是其中的項目 我們的環評委員也有特別就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委員 所以這些面向是有考慮在裡面的 你告訴我 你現在告訴我說你們該做的都做啦 那你們認為當時所做的這一種 檢疫型 檢疫的這個風險評估 你全部都完成 這個我不敢說該做的都做啦 那跟委員報告 從去年開始 我們對於這個總量管制 至少在高屏地區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告訴你 我今天要來質問 我把所有的健康 你剛剛講的那幾份報告我都看過了 都是非常簡單的 都是非常簡單的 做一個簡單的推薦 你一些經濟損失也沒有做啊 對不對 那健康風險評估 包括PM2.5過去的 它都引用過去的data 你也沒有針對像我們 最近大家在討論PM2.5去做啊 到底是增加多少啊 有啦 我們現在正在做 現在跟那個衛福部 所以 部長 我們自己現在有4000萬的經費 正在做相關的研究 所以你剛剛講的不是白講嗎 你說空付費已經夠啦 你說你們已經空付費啦 譬如說剛剛講那個4000萬 這個就是我們特別增加的 爭取的預算 署長 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很嚴肅的面對這個問題 面對環境正義的問題 對不對 空付費是不是 這個過去的開增 是不是有足夠的這個預算 能夠挹注到地方政府的一個建設 或者是說 足夠的來彌補高雄市 以我的家鄉 這些健康 我當然對你會不客氣 因為我都在那裡啊 這些都是我的親人朋友啊 空氣我們大家都呼吸到了 沒有錯啊 這是我的家在那邊啊 所以我認為說 應該是要好好的趕快 包括國衛院或者是其他這些 把所有的針對PM2.5的健康風險評估 要把它做一個完整性 長期性追蹤性的一個完整調查 然後根據這個相關的這個報告 來擬定說到底未來 你看高雄是每次啊 我們講的這個能源稅 財政部李宿德若打槍啊 對不對 講了這個溫室氣體的調適背 高雄是要通過自治條例 我們這個環保署 當時沈士隆也打槍啊 說怎麼要研究兩三年啊 三五年啊 我們現在溫室氣體的這個 減量法現在已經提在議會了 上次講了 提在這邊了 沈署長講了三五年 說要聽各界的意見 這是我們現在的優先法案 這個是緩兵之計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講 這一次在講管線自治條例 經濟部也打槍 行政院長也打槍 高雄市啊 這個跟中央與地方的這個 這個 當然憲法上會有說解釋嘛 你們每次啊 中央都是這樣 每次中央都是以後再談 這個再慢慢談 這個是中央地方的權限 你剛剛在講什麼 你剛剛在答覆楊曉維 你說管線是工廠的延伸 是經濟部主管 現在根據工廠輔導法 是這樣在做啊 氣爆的時候發生的時候 行政院長怎麼講 馬總統怎麼講 說管線是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也有責任 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高雄市政府 因為在那個馬路上能不能設管線是 氣爆發生的時候再追究責任 你為什麼不這樣講 你為什麼不這樣講 把所有的責任推給地方 地方要負起責任 當時我沒有這個機會表達這個意見 你們又反對 那你不是馬政府的一環嗎 你講的意見馬政府聽不下去 那你要做什麼 這個事情地方政府當然有責任 開什麼玩笑 因為在下面埋設管線要經過他的核准嘛 那現在這個事情調查到這個程度 也知道當時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事件發生啊 中央包括國民黨的這個中常會秘書長 包括經濟部長 包括副總統 包括行政法 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地方 地方現在負擔責任 要做管線資料 管線資料要監督 要做風險評估 要做這個健康維護資料 當然要花錢啊 對不對 我在台北市做過研考會主委 我們台北市的話 當時就對這個地下管線有所要求 就有一些這些塗層 那如果高雄市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是失職 你台北市憑什麼跟高雄市比啊 你又沒有去高雄市 你一直住過啊 你知道高雄的管線有幾條啊 我從市政管理的 我從市政管理的角度來看 從市政管理的角度 路下面的管線應該有所掌握啦 從頭到尾 都在護航包庇十萬億 你們就是環境正義轉型的幫兇 我告訴你 隨便講講 仗著學術的傲慢 對於整個環境轉型的正義 根本也沒有切身之痛 對不對 我為什麼今天會比你生氣 我為什麼跟趙天林委員會比你生氣 因為我們住在高雄 你知道嗎 我早上起床我就聞到中油的味道 我晚上睡覺我就聞到分泡爐的味道 我們為什麼那麼辛苦 每天早上六點半今天來 特別要來要問我們的一個署長 對不對 我聽到你這樣講 還在跟我在爭辯說 你在台北市政務 你剛才我們談的是關於地下管線的責任 你對高雄是管線複雜 管理的程度 至於這個空氣污染 你根本完全不懂 人幾幾人力幾利 講一些風涼話 這個都是我們環保署要加強的 跟您報告 我們現在正在做高平地區的污染總量的管制 我們做得不夠好 但是我們要加強 這個署長還有經濟部 我在這邊證告你們 你們假如中油今年不簽下去 明年政黨我給你保證 絕對簽下去 你們就在慢慢等 總有一天中油一定會簽到高雄 我告訴你們 假如說我在這邊還是要跟署長報告 我剛剛講的包括健康風險評估 包括這一些的管線的管制計畫 污染計畫 我希望說署長 你能夠同情我們高雄 能夠幫幫我們高雄 就是全國我們都要做 我們這個所謂AQHI 這個部分趙遠也非常關心 我們現在都在做這個裡面的本土參數 健康的參數都在做 署長我拜託我們高雄 這個污染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要優先來做 而且給我們充足的預算 讓我們高雄市政府 能夠在中央的支持下 相關的這個計畫 我現在全省 全國各處都找 跟您報告 我們希望它的空污費 在這方面多所琢磨 署長我還是要醜話講在前面 假如說這個對我們高雄的 這個有關的這個 不管是公安也好 或者是環境轉型正義 假如我們官員待呼之者 我告訴你們 我高雄市立委加倍奉還 我還是要告訴你們 其他好商量 我也很尊重署長 我坦白講 我為什麼那麼生氣 請息怒 不是這個意思 每次都這樣 說中央還要協調 中央不行 財政部不行 環保署不行 大家經濟部不行 各方都不行 把我們高雄自生自滅 不會 我們把高屏地區的空污 空污管制 總量管制 現在當作最重要的事情 正在進行中 幾乎全部都被 這個我們中央打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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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想 請回 待會也會有很多高雄的委員 會來發表意見 然後我完全支持 陳清白委員的看法 謝謝